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6号晚在京出席朝鲜驻华使馆国庆70周年招待会并致辞 汪洋表示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我仅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和人民 热烈祝贺朝鲜建国70周年 在金日成主席 金正日总书记 金正恩委员长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下 朝鲜人民坚决捍卫祖国独立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重大成就 中方相信 在实施朝鲜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调整战略路线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后 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将迎来新的光明前景 今年以来 两国最高领导人三次举行重要会晤 掀开中朝关系新篇章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维护好 巩固好 发展好中朝关系 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优优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